小陈购买的是一件外国品牌的短袖 他说这个品牌一般只能通过代购买到 6月25号他在德物平台上看到有个人在卖 发货比较快 他就下单了 花了1200多 7月7号要穿之前 去微信上找了个人的鉴定师 为什么想鉴定 就是想鉴定一下 那个真假感觉穿了以后放心一点 微信上找了三位鉴定师以后都说是假的 那我就 然后我就去联系德物的那个客服了 客服说他们不支持这种 不承认这个结果 叫我去第三方平台鉴定 或者去 或者在德物自己的平台上鉴定 那后来我鉴定之后 德物上的鉴定结果也是假 小陈出示了德物平台的线上鉴定结果 显示鉴别为假 线下鉴定跟线上鉴定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线上也线上鉴定 我这个我自己是去线 线上鉴定的 发到图片 然后发到平台上 在德物平台上进行鉴定的 他们说的那个线下鉴定是什么 他们说的线下鉴定 意思就是说叫我寄回去 给他们二次复检 记者联系了德物方面 对方表示 线上鉴定会存在误差 所以需要小陈把食物寄回后 重新做一次鉴定 但小陈不愿意把衣服寄回 他认为自己就是买到了假货 希望平台方面退一赔三 因为我觉得我跟他是产生利益的双方 那他们就是说 我觉得寄回去不能保障我的利益 这样子 德物方面对此反馈 在了解到产品可能存在问题之后 已经做了下架处理 现在他们已经从国外购买了 同批次产品进行比对 过段时间就会有结果 到时候会给小陈一个满意的答复 188红金眼记者报道